賽斯心法 來 大家都安靜下來了 來 再提醒一下 手機都關手機了嗎 好 剛提到 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自己接觸賽斯心法 30年 好 30年 說實話 早年 我也大概 只是知道 賽斯心法 非常的透徹 非常的 究竟 但是 賽斯心法如何 具體的落實在 人生當中 甚至 賽斯心法 如何 具體的 落實在 你們的人生當中 我覺得這是 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 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 裡面提到 如何成為一個 腳踏實地的 理想主義者 我想 人這一輩子 很簡單 就是 理想 現實 理想 現實 我們永遠 活在 現實中 可是我們又 永遠 希望 把現實 趨近於我們的 理想 我們永遠活在現實中 各位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不活在現實 你呼吸 要不要空氣 你吃飯 要不要錢 你等一下 結束 你還是得回家 你知不知道 回誰的家 是啊 你永遠活在 現實當中 可是你永遠 不想要 只活在 現實當中 甚至我這樣講 今天就算你的現實 再怎麼好 各位 好到後來 你會想死 因為一層不變 你每天 一層不變的幸福 家裡 一層不變的美滿 然後整個 社會一層不變的 兇有地公 每天都一層不變的 快樂跟幸福 你還要不要活啊 來各位 聽懂了沒有 你別很以為 生命在追求 完美不會 生命永遠在追求 更進一步 甚至所謂的變為 所謂的變為 好 所以剛剛講 我們永遠在 現實跟理想當中 有巨大的落差 好 所以 比如說 有時候我在治療個案 我會這樣講 他說他過得很不快樂 這世界很糟糕 很多東西 真的 讓我們很不滿意 舉例來講 像 上個月我不是帶隊到德國去玩嗎 這個72個人 來在座有沒有人是參加我們A團的 浩浩蕩蕩 72個人 許醫師帶隊 前後13天 最後兩天是工作坊 後來我聽到一個笑話 結果同學參加了這個旅遊團之後 竟然說最舒服的就是後面三天 因為 兩個晚上不用換酒店 然後整天都在酒店裡面上許醫師的課 這竟然是同學去德國旅遊的最 最重要的目的 因為有些同學根本玩遍世界各地的 他們根本不在乎玩 他們出國是為了要上課 是啊 我先講我是為了去玩 好 去德國玩 那天我在中間經濟談我也提到 各位 基本上 德國生產 全世界最好的農藥 可是全德國境內禁止使用農藥 農藥怎麼樣 賣給像台灣這種笨蛋國家 因為我們會買農藥 那你們就問 那德國境內他們怎麼辦 他們用生態 他們寧願他們的作物 醜一點 被蟲吃掉一個洞 他們也堅持全德國境內不用農藥 而且他們如果可能的話 全德國境內不用化學肥料 他們盡量用堆肥 馬糞 牛糞 豬糞 所以那時候我講一個笑話 那天我們在大教堂附近 導遊就放我們去逛市街 那種市集啦 市集 然後同學就去買葡萄啊 那邊馬路邊 就好多東西飛來飛去 那時候我好高興 哇 德國有蒼蠅耶 因為我們市場飛來飛去一定是蒼蠅嘛 在水果上面這樣飛來飛去 葡萄這樣飛來飛去 總心一看 竟然不是蒼蠅是蜜蜂 我好生氣喔 為什麼我們飛來飛去的是蒼蠅 人家飛來飛去的是蜜蜂 導遊說他們那邊水果 路邊拿起來就可以直接吃 因為不會有農藥 因為蜜蜂在那邊飛來飛去 他們超市的水果蔬菜也分兩種 一種是國內生產的 稍微醜一點小一點的比較貴 一種是國外進口的 漂亮的 比較 品項比較好的 比較便宜 你們自己選要吃哪一種 各位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德國的面積好像是台灣的十倍大 十倍大 人家為什麼可以做到全德國境內不用農藥 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各位了解嗎 我心中很多感觸 然後另外一個我也講最感觸的 因為你知道旅行團大家一上車都想要搶前面的位置 因為前面比較不會顛 比較不會暈車 後面會顛嘛 那幾天比較 晚上車後來就坐到後面的位置 那我就走到後面去 問他們會不會顛 會不會暈車 他說許醫師不會 因為我們十三天下來 走遍他的大都市跟鄉村 德國南部這樣繞一圈 法蘭克福往德南 繞到這個奧地利的邊界 繞到奧地利裡面再出奧地利 再回到法蘭克福 竟然沒有遇到過道路有坑洞 我真的很生氣 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人家的道路施工完 廠商要負責保固十年 台灣做完第二天就有坑洞了 我真的很生氣 後來 幸好賽斯心法解救我了 因為賽斯講一句話 這個世界如果完美 我們就不用來了 來 各位聽懂了沒有 這個世界如果很完美 父慈慈孝 胸有地公 世界大同就不用你來了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這個世界因為不完美 因為不完美 說老實話 台灣是三四十年前開始流行出國的 每次出國回來 不管從哪一國回來 對台灣的本土 好多香蕉你個拔蠟 沒有比較都沒事 了解了嗎 沒有比較都沒事 人家隨便一個社區公園 都比我們國家公園漂亮 很生氣 很生氣 人家就可以做到這樣子 我們就是做不到 有沒有到日本去一樣更生氣 來 有去日本過嗎 日本真的有病 弄得那麼乾淨幹什麼 尤其是公共廁所 你知道像德國 公共廁所這套錢 大概0.5到0.7歐 大概可能十幾塊到20塊新台幣 那你知道他們有一種公共廁所 是你上完廁所他就往後轉 後面就噴洗洗完再轉出來 所以你上完的廁所洗過一遍才會 你永遠上的廁所都是洗過的 所以在德國後來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開廁所最賺錢 真的沒有工作都沒關係 只要開個廁所在門口搜 一個人0.5歐到0.7歐 大概36嘛 0.5歐就是18塊 0.7歐大概25塊左右吧 各位 真的很生氣 可是就像我剛講的 這個世界或台灣 因為不完美我們才在 因為不完美 所以我這樣說好了 在你們每個人的基因當中 都被蘊含著 如何讓這個世界更好的一個價值完成 你們生命中有兩個動力 一個動力是每個人最後都想讓自己更好 對不對 是 我們內在有一個基因 我們都想讓自己更好 想讓自己過得好 吃得好穿得好 讓我們的家人過得幸福快樂 讓你所愛的人 一樣吃得好穿得好 社區乾淨整潔對不對 我們同樣的也都希望這個世界更好 這是我們基因當中的天賦的本能 所以我剛講 這過程當中也 暗含著我們靈魂的使命還有生命藍圖 好我舉一個那個 剛剛的同學拿給我簽名 人生的轉機 我印象中很深刻裡面有個案例 有個個案得到淋巴癌 因為他以前是在混黑道的 混黑道的 然後就是那種聽得你知道嗎 那他在做兄弟的時候 非常有熱情 各位因為兄弟就是 情意相挺嘛 對不對 出動就一起出動啊 然後大家打完架就 互相支持啊 互相勉勵啊 對不對 互相說謊嘛 互相cover 他覺得那種人生 很有意思 因為他不喜歡做上班族 可是後來他們的幫派解散了 他開始失去生命的熱情跟鬥志了 後來得到淋巴癌 就去找那個李三醫師 李三醫師就說 你的癌症要好起來 那麼你必須重新找回生命的熱情 重新找回你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那個人就問他說 重新去組幫派嗎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啊 去殺人放火行嗎 後來就換了幾份工作 也不快樂 對 癌症治療也不順利 後來李三就在那邊想想想想想 想了半天 有人就去看他討論到 啊 做消防隊員 各位 因為消防隊員平時都沒事有沒有 然後一聽到 119 馬上出動有沒有 出動就抓包頭嘛 然後帶那個鋼盔嘛 帶著弟兄們衝嘛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那種出生入死 喔 而且可以救人對不對 而且是一份工作 然後這個 各位 那傢伙 竟然因為 去考上消防隊員 整個淋巴癌完全好了 因為他不想做上班族 上班族每天在那邊做辦公室 他覺得沒有意義 他終於找到一份 他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就是他想要救人 他想跟他的兄弟們過著出生入死的生活 有沒有 以前是做古貨宅嘛 這個做兄弟嘛 現在是當打火弟兄 然後每天過得很刺激的生活 各位他癌症就完全好起來了 你知道嗎 後來他越做越好 因為他就是跟弟兄出生入死嘛 後來年資多了 轉成辦公室的工作 癌症又復發了 你做辦公室做文書 就是跟那些官僚打交道啊 寫那些評量報告啊 可是他不是他要的啊 後來再回去找李三 李三就說 不要當主管啊 降下來繼續當打火弟兄啊 後來病又好了 各位這樣聽懂了沒有 所以李三治療疾病的部分就是 怎麼樣幫你探討 讓你過一個你覺得 這就是你要過的生活 這就是你要過的日子 好 裡面還有一個案例 也是乳癌的個案 因為你知道乳癌的人通常以關係為主 他不敢做自己 他不愛自己 他要嘛就是當好媳婦 要嘛當好女兒 要嘛當好媽媽好太太 當他最後他沒有自我 都是有著別人在挖就對了 都是有著別人在挖 後來有一個乳癌末期 那乳癌在過去的古典的研究裡面 跟悲傷有關 但是有一個案例 可能就是 也許離了婚吧 然後後來 唯一的兒子 好像也死掉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邊我也會點 拼拼湊湊 然後去找李三 我還末期的 去看醫生 醫生說可能 最多可能只能再活三四個月 活不了太久了 他就跟個案討論 不然你有什麼幸福 你這四人有什麼心願 有什麼夢想沒有達到過的 各位 那那個人就說 環遊世界吧 也許你們曾經都有過 環遊世界的夢想嘛 對不對 環遊世界 可是 還是末期啦 不實際對不對 後來就跟李三討論 李三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錢 他說沒有錢 但是有一間房子 那一間房子 那李三就說 不然你也只能再活三四個月 你到時候房子也是 也是別人的嘛 賣掉 賣掉 去買那個環遊世界的船票 去買 然後那個人就 各位你知道 人就是那個 死腦筋啊 然後就問我癌症 痛怎麼辦 船上有船衣啊 那我如果 上船 死掉怎麼辦 死掉就自己跳下去啊 就海上啊 你在船上會死 難道你路上 就不會死嗎 你整天也會死嘛 對不對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人就是怎麼樣 想不通 你知道嗎 很沒用 在那邊顧綠東顧綠西 對不對 你真的在船上痛 受不了就跳啊 如果沒有人要來找 也不知道要找 人坐過那個大的郵輪 有沒有 跳下去都很爽快的 那氣找不到也不可能找 船也不會為了你停下來 那個 多好的死法 真的我沒騙各位 你們去坐那個 阿拉斯加郵輪有沒有 你從腳板上往下一跳 就 就結束了 船也不會停下來 很快的 很快的 好 尤其那種那麼冷的海裡有沒有 頂多十分鐘你就死掉了 不會太痛苦的 因為你會先失去直覺 再死掉 各位你看我對大家多好 後來那個人想說 阿好啦 幾乎也要死啦 乾脆去圓滿一個心願 後來 環遊世界八個月回來了 回來才回家 說 都是你和我住不住 環遊世界八個月回來 不但沒死 變得好起來 你和我錢都開了 結果看起來 哈哈大笑 為什麼 因為他去坐了 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好 各位你們就問 好 後來怎麼辦 後來 李三就鼓勵他 你 既然花了八個月 那艘船應該很熟對不對 他說對啊 阿船上有沒有需要一點工作 你們坐過阿拉斯加郵輪都知道 他裡面很多商店嘛 他在裡面找到一份工作 他每天在裡面 招呼客人順便環遊世界 有沒有 是啊 好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好像也是我們高雄人嘛 好之前出了一個新聞 高雄一個房仲有沒有 房屋仲介 帶了三個孩子環遊世界 其實記不記得 好像我印象中是一個 什麼四歲兩歲 一個八個月是不是 一對夫妻 一對夫妻對不對 高雄人喔 三個孩子 我忘記卻幾歲 類似像四歲兩歲八個月之類的 他本來當房仲 那生了三個孩子 好不容易買了房子 結果 他想要環遊世界 來年輕人 來 結了婚 來生了三個孩子 你們告訴我 你可以環遊世界嗎 第一 你剛結婚 你是環遊世界環的 第二 你 房子好買好 你現在是六代款的時候 你在環遊什麼世界 第三 你小孩幾歲 四歲兩歲八五歲 你環遊世界 你不會在等於是 我說 來家長會不會同意 不會 你現在是變成事業的時候 好各位這個人很聰明 因為他如果沒這樣做 可能他會得癌症 後來他說 錢在賺就有 把房子賣掉 然後臭了 我忘記臭了多少 兩三百萬萬 真的 帶著太太跟三個孩子去環遊世界 各位 某部分我要說 真的很棒 因為他講一句話 錢在賺就有 我現在不去 以後我沒有機會去 第一 他剛結婚第二在賺錢的時候 第三 最小的孩子聽說好像才八個月 好像夫妻兩 就帶著三個孩子去環遊世界 好像去了二十四個國家 最後有一次在 埃及 全家發燒感染 不得已先回台灣休息一陣子 再出去 後來好像環遊世界二十四個國家 錢沒有花完不甘願 再去泰國再一趟 各位 好我跟大家講 我相信這個年輕人 環遊世界完之後 他一定比之前錢賺得更多 而且一定很快就把房子賺回來 因為有送到你知道嗎 有送到 而且他的知名度一定很高 很多人一定指名要他 買房子或賣房子 各位 我要說的是 常常你們的自我意識 都會說 不可以 可是真的不可以嗎 我之前很喜歡講一句話 不是可不可以 是你不夠勇敢 是你不夠勇敢 你不敢行動 當然賽斯心法不會要你突然什麼賣房子 傾家蕩產什麼的 不會 可是我們甚至連採取一個行動都不敢 各位了解了嗎 我常告訴大家 人真的不是只是為了活著 人也真的不是只是為了活得更好而已 不是 是啊 好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 我也有 今天如果我們的生命 不是用在 成為一個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子 真的你會越活越不快樂 你會越活越找不到生命的意義 好所以回到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是啊 後來我把李三醫師的這個概念 用在台灣很多的治療裡面 包含 我在台北或世界各地 所治療的 癌症患者 來各位 我先不要講別的 講一個最近這個月才發生的例子 我輔導一個年輕人 來找我的時候好像是國一還國二 白血病 一個年輕的小孩 後來被台大醫院 判定一定要做骨髓移植 隨時有隨時會死掉 隨時有生命危險 做化療 也打了大量的肋骨唇 各位你知道肋骨唇打下去 第一個人會變形 那粉紅咧 月亮臉 水牛肩 然後整個後來你看他的大腿小腿 都會出現那個肥胖紋 就是那個女生那個認成紋 像懷孕那個一條一條 因為整個腫起來 後來整個關節痛已經不能走路了 肋骨唇沒辦法再打了 化療也沒有作用了 只能做骨髓移植 各位骨髓移植沒有不好 但是治療不歸路了 不歸路 要麼就移植成功 因為你要先把自己的骨髓先殺死 後來那個媽媽兩個禮拜 來各位學士門診頻率不用太高 兩個禮拜來看一次就好了 我開始鼓勵那個孩子 去念書 後來真的順利上了高職 我一直跟爸媽說 讓他去學他要的 讓他學他喜歡的 是啊 然後上次就是上個禮拜 回診來跟我說 他被他們學校的輔導老師啟發了 因為輔導老師以前可能在學校被霸凌 或怎麼樣 或到他們學校當輔導老師 開始幫助那些青少年 然後他被輔導老師啟發 就問我說 徐醫師 我將來如果要 當心理師 當心理治療師可以嗎 我說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現在念高職 到時候看怎麼樣轉 去考心理研究所 那徐醫師的診所 可以提供實習的機會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們診所的心理師 一個年還在這邊實習 那再來我診所很多心理師 他們每個禮拜 比如說工作 兩到四天 兩到四天而已 平均比如一禮拜工作三天 接個案 一個月的薪水大概可以六到七萬 我診所的心理師 然後他一聽眼睛就亮了 眼睛就亮了 欸 又可以幫助人 欸 一個禮拜只要工作 三四天 然後一個月又可以六到七萬 那孩子眼睛就亮了 那瞬間我就知道他癌症會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突然有了一個 強大的希望 因為本來這個孩子功課不好 長得又不高 大概跟我差不多 就沒有未來了嘛 對 然後又很愛面子 很愛面子 對 不能接受自己不夠好 他之前為什麼會生病 很簡單 因為他 心很大 可是現實層面都比不上人家 對啊 他後來拒絕 也沒辦法接受自己是不夠好的 抗拒 對啊 逃避 後來慢慢生病了 開始鼓勵他 各位 現在整個 目前不用做骨髓移植 肋骨髓也停了 整個人又 恢復到正常的 身材了 最重要的是 他重新找到生命的 希望跟信心的 他有一個奮鬥的方向 是啊 還有另外一個 我也要講 剛才你們有人 也拿書給我簽 那個寫親愛的你好 那個作者 叫玉琦 他是乳癌 來找我的時候 事實上他 對他自己很多期待 他是日文研究所畢業的 可是畢業之後 就是當家庭主婦 他最討厭做家庭主婦 他每天最討厭的就是做家事 跟做飯 可是為了當一個好媽媽 他就每天做著很難吃的飯菜 讓自己先生孩子吃 可是又不得不做 因為那是他的角色 可是他心裡面很不快樂 因為他多希望自己是個上班女郎 他那時候跟我說 每次中午他出門的時候 他好羨慕那些 從辦公大樓走出來的人 每個人都有一個辦公桌 都可以賺錢 他要待在家裡面 是啊 然後做了他不喜歡的家事 後來生病了 我就開始鼓勵他 好 既然你學日文 那你幫忙許醫師 把學處逢生譯成日文 後來他做到了沒有 做到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繼續去做你的日文翻譯 接Case 賺錢 他跟我說那家事怎麼辦 做飯怎麼辦 請人做 請人做 各位 他就跟我說 啊許醫師 請人做 啊我先生會怎麼做 潑潑會怎麼說 你管他們怎麼做 你都快死了 你管人家怎麼說 所以有時候你們 那個死腦筋有沒有 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徐師我聽你的了 我真的好快樂 他就坐在家裡做日文翻譯 然後那個阿嫂有沒有 就在裡面做飯菜 比如說他做日文翻譯 假設他一個月可以賺三萬五 請一個到家裡做飯 怕他們的打掃 假設一個月花個兩萬五 三萬五減掉兩萬五 每個月還賺一萬 可是兩個人都做著自己最開心的事情 聽懂了沒有 那個阿嫂做的是 菜又好吃 現在孩子 吃得又很開心 他又可以在那邊喝著咖啡喝著茶 做他的翻譯 又不用做家事 各位 然後又開始寫那本書 親愛的你好 也順利出版的 到現在可能已經都五六年過去了 乳癌有沒有再復發 沒有 他現在正準備寫他自己的書 要出版 因為許醫師幫助他找到什麼 各位明白了沒有 就是一種價值完成 他開始到我們分會來上課 甚至他的 他自己的書快要出版了 他也幫我整理下一本書 書名還叫做什麼 我都忘了 重點是他活下來的 重點是他人越來越漂亮 重點是他不再覺得自己是個沒有用的家庭祖父 你的賺錢啊 他有身分地位了 你知道嗎 他不是只是為了別人而活 是啊 有一次我們到宜蘭去嘛 然後傍晚時間到了 他就說他要回家接他的小孩 我說一定要趕回去嗎 他說不行 當媽媽一定要接小孩 他說你們家 你們家離那個孩子的學校 多遠 他說走路三分鐘 那時候我當場就快要把他踹死了 你怎樣意思嗎 走路三分鐘 他一定要去接小孩 各位 你看人對自己的執著有沒有 是啊 但是跟大家講 在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講不要講別的 講羅娜就是啊 羅娜以前是個癌症病人啊 今天成為屏東分會的主任 帶領這麼多人學習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地方經營得越來越好 來各位 那是不是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是 我今天講句實話 雖然羅娜的生命中有點遺憾 羅娜在嗎 不在喔 我們趕快說他的壞話 雖然有點遺憾 他的先生比較早走 他在太太的角色上面 當年有點遺憾 因為先生當君人也忙嘛 對 可是今天的羅娜 我想一定是讓他先生覺得很驕傲 覺得很驕傲 因為今天兩個孩子 都長大成人 兒子也順利當這個 機師 女兒也順利的到美國留學 然後在那邊也結了婚 現在也在當空服員 在當空服員 把兩個孩子都成家立業了 那自己 也發揮生命的剩餘價值嘛 不能講剩餘價值 也發揮自己生命的價值 在這裡帶領大家 學習身心靈 再推廣 各位 我們這樣講 一個死了先生的女人 幹嘛這樣拋頭露面 又不是周瑩 一個死了先生的女人 他有沒有 把生命的能量發揮出來 然後沒事又去說要做賽斯海 在那邊又疊斷手 他今天去高鐵接我的時候 還說 欸 許醫師我開車但開慢一點 我說慢慢慢 我來開 許醫師的命掌握在你手裡 我還不放心 好啦這是開玩笑的啦 我就說我來開 可是各位 你看這樣的一個先生死掉的女人 今天說實話 女兒結婚了 住在美國需要她嗎 不需要 兒子今天也結婚了 人家要娶太太了 將來要不要生小孩 需要你嗎 也不需要你了 你在那邊惹人嫌幹什麼 你們這些惡婆婆 你知道了齁 你們這些沒事折磨 年輕人的這些公公婆婆 跟爸爸媽媽 你們知道你們多神經病了沒有 今天羅娜有沒有時間去折磨媳婦 哪有時間折磨媳婦 自己疊斷手都來不及了 兒子還不放心 他希望媳婦 太太來照顧這個婆婆 羅娜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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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為什麼 因為他有他生命中 想唱的那首歌 各位 你們每一個死先生或死太太 還是長大的人 你們 你們 今天不要說你們要成為羅娜 你們有沒有真的 讓你的生命 有沒有 今天還可以跟著許醫師 到馬來西亞推廣 到世界各地推廣 這是不是價值完成 我們不要講羅娜 包括我們這邊 早年很多學員有沒有 包括你們這幾個什麼俗會 小齊有沒有 以前也是 沒沒想到 現在想想想 慢慢會想 慢慢會想 也都開始當講師了 也都開始走上 生命中的價值完成了 各位 好今天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對你們而言 真的 有沒有太多 頭腦的什麼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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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許醫師最喜歡講一件事 Why not 為什麼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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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所謂的 理想的實現也好 夢想的實現也好 Why not 為什麼不呢 所以今天 我不管我要活到幾歲 我一定會確定一件事 我到死之前 我都會繼續 實現我生命中的 夢想跟理想 是啊 我在死之前 我都會 繼續的落實 我要做的一切 好不然同學 你們很好玩 因為你們很多人 有在聽許醫師的CD嗎 好像最早 搞不好從十幾年前 2000年之後 很多你們當年聽的部分 當年賽斯村根本還沒有 連根毛都沒有啊 有沒有 然後賽斯海 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出來的啊 那我們要講樹葬有沒有 講了半天 各位我們買下來啦 好 那天還有一個學員 好 我們以前一個學員 在賽斯村 好 後來在 後來後來往生了 他媽媽 還捐給我們基金會 200個骨灰潭 好 好像西班牙進口的 一個 4000多塊新台幣 他是 樹葬 樹葬 再生的 好 把整個骨灰潭 埋到土裡面去 他上面還有一顆種子 會一個人變一顆樹 那個種子 就吸收那個骨灰的營養 變成一顆樹 好 把你爸爸種下去 就變一顆樹 以後看到那個樹就說 啊爸爸 抱起來就對了 好 那個樹如果是果樹 還會結 把蠟 一邊吃把蠟 一邊想念著爸爸 因為這個 把蠟就是爸爸 的骨灰的營養 那你拿回去 捨不得吃也沒關係啦 但是我們還是會把它吃掉 是啊 那同學就捐了200個 將來要再做樹葬 好 那許醫師也講過 我們那個土地買下來的 四分多地 我要做免費 我要做免費 來服務 因為這是一個理念 這是一個理念 好 那馬上就有同學說 他的朋友幹嘛 是在做設計的 好像跟那個安藤忠雄 也蠻熟的 好 那我看安藤忠雄 大概請不到啦 可是那個人 好像他有很多設計理念 所以他來幫我們設計 他還有設計團隊 我是不知道他只是負責設計 還是自己要負責施工跟兼工 如果負責施工跟兼工 如果負責施工跟兼工 就更好的啦 反正我們是要做免費的啊 假設他真的願意來幫我們付出 也沒有不好啊 也沒有不好啊 所以我們現在地有了 各位 200個國會潭有了 只是我們現在還在 跑行政流程 我們希望他 這個 很多東西都是合法的 都是合法的 但是現在還沒有跑完 所以各位不要急 撐著好不好 撐住那一口氣 記得喔 各位 你們有癌症三期四期的 撐一下 我們行政流程還沒有跑完 對 後來我們要做訴訟 我們連歌都編好了 大家知道嗎 當我們長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當我們長在一起 起快樂舞弊 有沒有 你看著我小嬉嬉 我看著你小哈哈 對 我們連訴訟歌都有了 對 因為我一直有個觀念 神經病才會放在靈骨塔 你放塔幹嘛 十年後 二十年後會有人再去嗎 不會 你再建一個塔幹嘛 破壞大自然 有沒有 我這個環保骨灰彈 下去一個人就一棵樹啊 明白了沒有 神經病才放靈骨塔 來你們是不是神經病 是 不敢承認的 是啊 所以對許醫師來講 那是一個教育 你看有沒有 那是個教育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入土為安 第二個 人不要再開發大自然了 不要再建什麼寶塔了 什麼靈骨塔了 不要 那東西破壞大自然 破壞風水 不會比較好 然後像格子一樣關在那裡 你以為欠你幽魂喔 被黑三島要控制住 各位 入土為安 放土裡就對了 對不對 我想以前是最環保的 以前就是 土葬有沒有 葬在田裡面 那隔隔一二十年 全都拉住 就變土了 有沒有 以前最環保 現在當然沒有那麼多土地 讓我們葬啦 所以火化之後 你說樹葬 海葬也可以啦 但是我個人 偏向於入土為安啦 海葬其實也是滿好的 因為當年我爸爸 那時候 死掉的時候 有交代我堂哥說 他丟海裡 我就分點點給我堂哥 去丟海裡 好 我爸現在是放在天翔寶塔 但是我很不高興 等我們樹葬好了之後 我要把他迎出來 帶隊 浩浩桑桑 各位聽到嗎 到天翔寶塔前面 把我爸爸鼓灰還給我 把我爸爸的鼓灰還給我 把我爸爸的鼓灰還給我 好不好 贏出來 放到我們的賽斯天堂 對 是啊 我不要放 靈鼓塔 我不要放 同學問我 學師你自己會放嗎 我神經病我自己放幹什麼 是啊 我一定是想硬樹葬的 好不好 所以我在講 各位 許醫師這麼多年來 就是在落實什麼 你想 好吧 我們台中也是啊 我們要蓋教育中心 而且我說到做到 我們那時候不是講到 教育基金會嗎 每年要辦 一到兩次的教師研習 做教育改革 各位 有教育改革 不是教育部啦 你知道 賽斯心法 最偉大的哲學是什麼 力量在自己身上 我沒有可能靠別人 靠近物 好 聽懂了沒有 我們自己 你們每個人 都要當腳踏實地的 理想主義者 沒有在靠別人的啦 靠別人的都是靠腰的啦 都是受害者啦 各位 我在做事沒有在靠政府的啦 政府你要協助我很好 你不協助我我也要做啦 我在理你喔 而且你不要擋我 你擋我你就麻煩大了 你擋我你小心我把你推翻掉 聽懂沒有 我是你能擋的嗎 各位聽懂了沒有 我是你能擋的嗎 利己利人利益眾生 你擋我幹什麼 聽懂啦 是啊 各位這就是我的決心 好 我常想你們要把力量 回到自己身上 你要做什麼 各位 你們不是要做 一步叫做大事 所謂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是 一步一步來 這就是賽斯心法最棒的地方 不過今天我所做的一切 各位都是一步一腳印 什麼叫腳踏實地 對啊 今天這個麵包這麼大 我一口吃得下嗎 吃不下 我一天吃一口 我能不能吃得下 吃得下 所以理想大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開始 所以甚至我 希望你們在座每一個人 聽完這個講座 你們從今天開始 選一個你要的理想 就開始去落實 一步一步去落實 因為我剛講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如何讓自己 跟這個世界更好 是啊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讓自己跟周遭 每一個人 跟我們住的地方更好 所以都不怕理想大 怕的是什麼 你沒有去左手 你只要落實第一步 第二步就容易了 你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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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高雄 走久也會過 不開始走都沒效 各位了解了嗎 就是賽斯心法 為什麼這麼實用 我的賀子很簡單 就是去實現 這是我們在講那個 樹葬那塊地 那時候 說要幾十年了 那時候我已經不耐煩了 買 先買再說 誰在給我囉嗦 我幫他砍你 先買再說各位 你了解了嗎 對啊 你先走一步就第二步 就一步 對一步 有沒有 所以你們每個人去找一個 你們心目中的理想 你們一定有一個 你覺得要怎麼做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台灣之前 有那個社區巡邏隊 有沒有 比如說啦 你如果社區 什麼有什麼狀況 各位你們不一定要靠警察 你們可以組社區巡邏隊 對啊 做好安全措施 不要自己 要巡邏安全 自己反而變得很不安全 做好安全的保護 一群人 怎麼樣開始 讓你們的社區更安全 就是 什麼東西是你能去做的 什麼東西是你能夠 落實的 是啊 像我們賽斯家族也是 包括有些人早年說 都沒有念書 家裡沒錢 說現在呢 就開始講好多理由囉 孩子還小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都這把年紀了 記憶退化了 我說不要再找藉口了 不要再找藉口了 常常我們真的都是 想一堆 而沒有行動力 有沒有 沒有行動力 今天如果許醫師 跟你們的差別是什麼 我想到我就會去做 我想到我就去做 怎麼去落實 包含到全世界推廣賽斯心法也是一樣 我就會去做 我就會去做 好 我們再回到 生命中最想唱的一首歌 來 人都有心靈的那個部分 尤其是我們最近在上這個 實習生命手冊 賽斯一直在講 人的自我意識 不是只是聽外面的那些聲音 最後人的自我意識 是要回來聽內心的聲音 我們內在的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跟神通 你們要喚醒你們的心靈 你們最後都不是聽外面的 都是聽你們內心的 你們 有些人可能跟我說 徐莎每個人聽內心的 是不是就亂了 剛好相反 因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當你們回到你們的內心 它是一個同理心 它是一個眾生一體 尤其是賽斯心法裡面一直在講 當我聽從內心的聲音 當我跟隨內心的聲音 腳踏實地的採取行動 我一定可以立己立人 立益眾生 當每個人回到內心的聲音 你回來做你自己 你不會去傷害別人 你不會傷害別人 而且那是你的內我 最高的智慧 對你的引導 那是你的內我 你的靈魂在呼喊著你 好 簡單來講 我這一輩子 為什麼會走到今天 第一個跟大家講 我挺聰明的 我不笨 所以從某個社會世俗的小度來講 我是人生的勝利主 從小就很優秀 高中也念建宗 後來也當醫生 也成為醫院的主任 自己出來開業也很成功 各位 可是其實那都是表象 我真正聽從我內心的什麼 聲音 聲音 30年前接觸到賽斯心法 各位 我就知道 那就是我生生世世要追隨的東西 我這一輩子就是要推廣賽斯心法 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因為賽斯心法 而幫助眾生 開悟解脫 離苦得樂 三十年來始終如一 局勢沒有改變過 我沒有改變過 而三十年走下來了 各位 我真的開始發現 這套學問 改變越來越多人的人生 也許是最近 我自己也覺得很訝異 最近好多醫護人員 不是只是在聽賽斯書 看我的書 還來看門診 也門診一看 哪個大醫院的主任 先生也是醫生 都開始在接觸賽斯心法 一看 眼科的開業的院長 也來看我的門診 是啊 然後很多 醫生也好 律師也好 那門診台來了一個 我就問他法律工作者 我說什麼法律工作者 你在做什麼行業啦 他說許醫師我是法官啦 法官就法官不能說喔 我會洩漏你的秘密嗎 不會嘛 我也沒有跟大家講他姓什麼 因為他姓什麼我也忘記了 我哪會記得那麼多 我就只知道你是法官而已 法官有沒有心理困擾 有啊 要不要來找我 要啊 這樣我了解了嗎 所以各位 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來學這邊很委屈啦 高等法院的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來看我啦 我也 來看我最安全 因為我轉眼就忘記他是誰 因為我不會記得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會記得 我看那麼多我怎麼會記得 還有國小校長 先生外遇的 來看我 高中校長 還有十幾個大學教授 連還來了一個 大學的 中文正教授 來看我 因為憂鬱 是啊 所以整個社會 賽斯心法慢慢的 開始去觸動人心的 開始去觸動人心的 觸動人心的 然後開始 讓越來越多的人 去回到自己內心的世界 來各位 我們這邊 不搞那個讚嘆媳婦 感恩媳婦的 因為同學的確也 送了偽量車 Porsche 保時捷918 市價 好像多少 三四千萬 他送我一輛模型車啦 然後就安慰我 媳婦 我們賽斯家族 雖然沒有辦法 湊錢 送你兩千萬 四千萬的勞斯萊斯 但是這一個 模型車 也花了地址 一兩千塊 去買來的 德國原裝的模型 Porsche 918 代表弟子的一番心意 我也是收下來啦 我也是收下來啦 好啦 今天大概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剛講 希望今天講座結束之後 各位 去傾聽你 靈魂的呼喚 傾聽那當年在你的內心 曾經想要 有什麼夢想 理想的 然後不要一步跨太遠 一步一步來 好不好 當你的生命 落實在理想的時間當中 那才是最棒的人生 所以祝福大家 每一個人 找到自己人生中 最想唱的那首歌 好 謝謝大家